大家好,我是小颖,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你静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感谢您。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寿命逐渐延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寿命延长。 大量研究证明,长寿与人类的遗传、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关,尤其是生活方式,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五个习惯悄悄偷走你的生活。 第五,熬夜不规律,睡眠不规律。 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现代人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 熬夜学习,熬夜工作,熬夜玩手机。 中医认为,成年人应该在晚上十点入睡,最好在十一点前进入深度睡眠。 而有些人却反驳说,十一点不算熬夜。 实际上,由于个体差异,对于几点睡才算熬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现代医学认为,熬夜指的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规律。 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伤,不仅仅是黑眼圈,眼带,衰老等问题。 长期熬夜扰乱生物中,还会增加患病风险。 长期混乱的作息会打破机体的平衡,让身体抵抗力下降,从而让疾病因子有机会趁虚而入。 另外,熬夜也会造成新陈代谢紊乱,除了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还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 第四,久坐,缺乏运动。 久坐不动也是现代人的一大特点。 殊不知,这种懒惰的习惯会悄悄偷走你的健康。 久坐会造成肌肉松弛,腰酸腿软,下肢浮肿,增加颈椎病,痔疮的几率。 此外,长期久坐还容易出现脑供穴不足,脑缺氧等现象,人会变得容易疲劳,嗜睡,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 久坐不利于肠胃蠕动,也不利于身体热量的消耗,让脂肪在体内堆积也增加了肥胖的概率。 肥胖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病的重要原因。 慢性病是危害健康,影响寿命的重要因素。 第三,暴饮暴食,吃饭不规律。 有时候饿,有时候暴饮暴食,吃得一发不可收拾。 你喜欢长期吃油腻、重口味的食物,不仅伤胃,还会加重肝脏负担,对肝细胞造成很大的伤害。 冒饮暴食,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在长寿老人的生活习惯中,最常见的就是吃气氛饱,饮食适度。 这样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第二,抽烟喝酒。 现代社会,烟酒不仅是饮食偏好,也是社交场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这是个坏习惯。 吸烟和喝酒对你的健康有害,无论是泥骨丁还是酒精,都会悄悄损害你的健康,危及你的生命。 喝酒不仅伤肝,抽烟还会诱发肺癌,它们对身体的伤害往往超乎你的想象。 第一,经常生气。 根据对长寿老人的调查,大部分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态健康乐观,很少发火。 与饮食、运动和睡眠相比,好心情可能会给你的健康带来更多的好处。 情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视,不良情绪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中医认为,怒是百病之源,偶尔发脾气没关系,但是老师生气对身体伤害很大,甚至影响生活。 生气时,人的情绪波动很大,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受其影响。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愤怒会使心肌梗死或急性冠状脑脉,综合症的风险增加4.74倍。 心脏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除此之外,愤怒还会伤害肝、肺、胃、免疫系统等等。 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气,长期情绪波动,处于烦躁、愤怒、抑郁的状态,那么他可能离长寿越来越远。 既想长寿,又想健康地活着。 不仅要改掉坏习惯,还需要有健康安全意识。 长寿小秘诀 第一,多多补充肾脏的营养物质。 在日常生活中,男人应该多补充一些强势食物,如鱼类、动物肝脏、斗质品和婉原精等常见食材。 专人精源于古医书《土方和秘方》。 根据古医书的方计介绍,结合中医和现代营养学理论, 采用人参、用虫草、路边血、枸杞、马卡等天然名归药物质精华, 服以海参钛、蛤蜊钛,以黄金比例精致而成。 针对人体脏腑技能退化的根源,重新调养人体脏腑技能, 激活脏腑功能活性,补精、力气、安神,迅速恢复精力、体力、活力。 纯原精是维持肾脏功能的必需营养物, 对提高肾脏的活跃,防止肾脏的衰老有很大作用。 纯原精是肾脏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通过每天摄入适量的纯原精增强肾脏的功能, 增强营养物质连接、传输与加工, 增强人体的肾脏功能和促进肾脏疲劳的恢复。 第二,不要为了美而瘦,要有吃肉的勇气。 现在人们对健康有一种误解, 认为人老了就要吃素食, 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保健意识高的人, 更容易走上这条歧途。 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会本能地拒绝。 小影认为,年老时多吃素食是正确的, 但必须有个限度。 如果你是素食者, 不吃肉肯定会导致营养不良。 没有肉类的营养, 人体怎么会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 健康就像没有根的草, 一阵风就能吹倒。 50岁后进入养寿黄金期, 三个问题很容易上门拜访。 一,血压升高。 中年危机到来, 事业止步不前, 每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忙得团团转, 血压也慢慢升高, 经常感觉头晕。 中老年高血压数据越来越多, 患病率约为11.4%。 建议定期测量血压别忽视。 二,身材走行。 到了50岁后, 基本上都不负年轻时的苗条身材, 因为代谢变差, 运动量减少, 应酬增多, 都会让腹部坠肉越来越多。 而肥胖又是百病之源, 容易有发多种疾病, 例如脂肪肝, 糖尿病, 一线炎, 骨质疏松等。 三,关节疼痛。 三四十岁时感觉不明显, 但是年龄越大, 越感觉关节不得进, 经常疼痛, 又咔哒咔哒弹响声。 走路一段时间后就像惯了签。 出现这种现象, 往往是年轻时有关节损伤没有治愈, 或者平时没有注重补钙, 运动量较少, 导致骨密度不足。 这三个问题, 到了45到50岁这个阶段要重视, 提前预防。 因为血压, 骨量下降, 发胖都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不容易察觉。 等到明显变化时, 往往已经需要不可逆转。 既想长寿, 又想健康地活着。 不仅要改掉坏习惯, 还需要有健康安全意识, 足够地存款。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心里有慰藉, 有幸福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